从中简金龙2024 到中老友谊盾牌2024 从中坦和平团结2024 到中泰英机2024 近期我军参加一系列 中外连演连训联赛 持续增进我军与外军之间的交流互信 不断拓展军事训练国际合作的层次水平 那么在这些演训当中 都有哪些武器装备走出国门呢 他们在一国演训场上都表现如何呢 国庆来临之际 军事科技特别策划 国产武器装备的荣耀征程 在回顾演训精彩过程的同时 带您盘点那些为国争光的明星装备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军事科技 我是主持人蓝浩 随着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 众多国产武器装备 在国际场合频繁亮相 在各种比赛演习中展露头角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 同时也反映出了祖国军功实力的壮大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些发生在跨国演习赛事中的精彩时刻 我们首先来看 在今年五月份 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军队举行的 金龙2024联合演习 在这次演习中 我军士兵携带已经猎装部队的战斗机器狗出场 震惊世界迅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其相关视频也在社交平台上疯传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款奇特的装备吧 中检金龙2024联合演习 5月30日在柬埔寨落下帷幕 据悉这次演习课题为联合反恐行动 与人道主义救援 中检参演部队围绕连演课题 区分陆上方向和海上方向 在中检金龙2024联合反恐演习中 中方参演队员在柬埔寨王家军某训练基地 展示了一系列先进的智能无人装备 除了查打一体无人机 运输无人机等各型无人机 还有两款作战机器狗 一种擅长侦察 另一种擅长战斗 这两款机器狗一亮相 立刻引来广泛关注 在模拟街区外 中方参演队员接到指令后 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狗 机器狗迅速上前 探明截取外围障碍情况 同步将铁丝网 废旧轮胎 破胎器等 现场障碍物情况回传给指挥部 金龙2024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两条机器狗 那么小狗是进行侦察 大狗是负负突击 我们看这种小型的机器狗 也是采用仿生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那么在这种小型的机器狗上 还有这种光学的侦察设备 所以作战的班组 包括步兵分队 可以携带这种小型的机器狗 针对一线的作战区域 进行这种最为直接的侦察 因为这种小型的机器狗 它可以隐蔽地靠近这个目标 那么也便于在树林当中和草丛当中 隐藏自己 悄悄地接近目标之后 可以针对目标的位置和目标的属性 进行侦察 然后把它所看到的战场的画面 进行回传 那么通过这种最为直接 最为精准的视角 一线作战部队的指挥人员 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 针对目标进行攻击是最合适的 而且也可以根据机器狗的侦察结果 那么选择适合的火力 针对目标区域进行灵活的覆盖 这款机器狗身形小巧 体重约15千克 装配有一个4D超广角激光雷达 具备360度×90度 半球形超广角感知能力 拥有超低盲区 最小探测距离5毫米 腹部装载电池和动力系统 它不仅能完成前进 横握 跳跃 后退等动作 还能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点云地图构建 并可指定行进路径自主移动 结合优化的避障策略 侦察机器狗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环境 并自主规划路线 避开障碍物 可在侦察环节中迅速抵近目标 并将侦察画面实时回传给指挥部 同时 根据不同任务需求 侦察机器狗还可以搭载不同任务模块 那么在城市作战的环境当中 这种小型的侦察机器狗 也可以进入到建筑物的内部 针对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楼层进行侦察 当我们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 在这个城市站的环境当中 尤其是在楼宇内部 进行竹屋的清扫作战的过程当中 那么把它作为开路先锋 可以更好地感知复杂的战场环境 那么也可以减少几方作战人员的伤亡 演训场上的另一款机器狗 也同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这款大块头机器狗上挂在步枪 在操作员的控制下快速前进 在强击突入训练环节 参演队员实施爆破后 机器狗作为尖刀强击突入 迅速瞄准目标进行打击 在确认安全后 中间双方参演队员鱼贯而入 完成后续倾角任务 这个大块头长约1126毫米 高636毫米 重50千克 持续行走负载20千克 最大战力负载80千克 具备全天候作业能力 拥有强劲负载与拓展空间 同时具备IP68防水等级 那么大的机器狗主要是突击作战 那么个头更大一些 驼载的能力会更强 我们注意到 在大型的机器狗的身上 是有一个小型化的武器平台 上面可以集成95式突击步枪 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可以利用光学的设备 针对目标进行瞄准 那么边行进边开火 可以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 进行火力压制 进行攻击 所以一旦执行反恐作战任务 或者说在复杂的地形当中 进行这个突袭 那么就可以让这种武装版本的 机器狗当先锋打头阵 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 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 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 进行火力压制 那么这样的话 步兵在机器狗的后方 进行遥控 进行操作 不仅可以更好的侦察目标 也可以针对目标 进行直接的火力杀伤 可以说在作战区域内 小型的侦察型的机器狗 和大型的突击型的机器狗 那么它所扮演的角色 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金龙2024联合演习中 除机器狗外 中方参演官兵 还将查打一体无人机 运载无人机 侦察无人机 等多款智能化无人装备 融入侦察控制 突入打击等各个关键环节 有效提升了综合作战能力 以前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侦察兵的 那么侦察兵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冒着很大的风险 要针对对方的防线 进行渗透 进行抵禁 那么完成目标的识别 以及目标的标定任务 那现在这种高危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 或者说风险性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侦察型的机器狗 或者说突击型的机器狗 去执行 那么让它靠近 非常危险的 对方的一线阵地 去获取目标的信息 去进行侦察 那我们的侦察兵 和相关的作战人员 可以在更为靠后的位置 针对机器狗进行遥控 那么利用这种 智能化的作战平台 可以说我们能打仗 打胜仗的能力 全方位的提升 那么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 我们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和更多的战果 在金龙2024联合演习中 国产机器狗呢 可谓是火遍海外 随着未来战争 越来越倾向于无人化 这些智能化装备 将在战场上 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接下来的演习 同样让国产无人武器 火了一把 这就是中国和老挝 两国举行的 友谊盾牌 2024联合演习 在此次连演中 各种先进的国产无人装备 再次登上国际舞台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2024年7月5日 中老友谊盾牌 2024联合演习 在老挝人民军 库马丹军事学院 拉开帷幕 这是中老两军 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连演 友谊盾牌2024 是两军积极交流 共同提高的重要平台 两军参演官兵 共同开展多种武器射击 分队战术 战斗勤务等专业课目训练 增强两军官兵 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在此次联合演习中 无人化作战平台 再次亮相 在进攻阵地前侧 发现爆炸物后 排爆机器人 以空中投送的方式 迅速抵达作业地点 在操作员的操作下 机器人前出将爆炸物 搬至排爆作业区后 进行遥控排爆 此款排爆机器人 主要由机械臂 排爆线缆 移动平台等部分组成 其智能化程度高 可代替传统的人工排爆 以保护排爆人员的安全 有一顿排2024 在演习组织的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到 是这个直20直升机 它是扮演了一个空中的 投送平台 不仅可以投送突击兵力 也可以把我们的排爆机器人 快速地运到一线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区 那么我们的排爆机器人 坐着直20 直接飞到任务区 既高效又快速 而且我们注意到 这种排爆机器人 个头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也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 与此同时 它是有一个多功能的机械手 这个机械手非常的灵活 那么在上面 还有一些光学的设备 可以让操控人员 在后方 在远离爆炸物 在远离雷区的这个位置 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进行处置 如果说我们的工兵 进行这种抵近的作业 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可控的情况 比如说突然爆炸 那么对于工兵和排爆人员 所产生的伤害就比较大 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 遥控的设备 可以利用这种平板的显示器 然后通过这种 配备有机械手的排爆机器人 针对爆炸物 针对地雷 针对这样的一些 疑似的这样的一些危险品 进行处置 可以说最大 大程度的提高了效率 而且也可以减少 这个危险品 包括爆炸物 针对这个工兵和排爆人员 所构成的直接伤害 此次演习背景设定 贴近实战 某跨国武装犯罪组织 在中老边境隐秘集结 策划实施恐怖活动 中老联合任务部队紧急前往 完成防卫部署 并打击武装犯罪组织 任务过程中 空中突击队接到指令后 利用查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侦查和精准拘杀 在我们的一线作战部队 尤其是和班族 以及班牌这些机程的作战单位 进行融合的时候 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 可以说它发挥的作用 是越来越重要 扮演的角色 也是变得更加的不可替代 以前步兵手中的武器 主要是突击步枪 轻击枪 以及这种便于携带的火箭筒 那么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 交战的距离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拥有了这种侦查无人机 投弹无人机 包括这种具备自杀式攻击能力的 穿越无人机之后 步兵的视野 不仅大幅度地拓展 而且攻击的距离会变得更远 那么无人机的出现 可以让这些老旧的装备 能够更好地去适应 21世纪非常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战场环境 此类装备叫做飞枪无人机 它不仅可以完成空中侦查任务 还能够在空中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可以将其理解为 单兵使用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飞枪无人机的出现 让侦查兵不只拥有了 远程控制的无人打击能力 还拥有了单兵作战的 空中火力支援 中外连演中出现的无人机装备 不仅反映出无人化技术的重要性 还体现出实战性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随着无人装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战场上 如何应对敌方的无人武器 也成为了各国训练的重点 在本次的联合演习中就出现了无人机反制课目 敌武装分子派出无人机向我防区实时侦查 任务部队立刻采取多种手段 通过干扰 拦截 包夹 诱服等方式进行无人机反制 现代化的战场上 中小型的无人机对于作战人员的威胁是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次演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反无人机的手段是非常多样化的 首先可能会配备有无人机的干扰枪 那么这样的一些设备 我们应用的已经非常的成熟 单兵就可以携带 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低迈小目标 尤其是具有威胁属性的无人机 可以进行电子干扰 让它迫降或者说让它坠毁 那么还有一种手段 就是利用己方的穿越式无人机 针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撞击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要求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和飞手 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针对空中的低迈小目标 甚至是快速目标 可以进行这种精准的撞击式的杀伤 那么它本身也会携带很多的 这种专门用于反无人机作战的 穿越式的这个无人机 那在此前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的装备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次性使用便于携带的 这种无人机的网枪 那么可以针对抵近的 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 能够实施一网打尽 那么一旦把它网住了 它就没有办法继续飞行 那么即使引爆了距离这个步兵 还有一段的距离 那么使用这种无人机的网枪 针对自杀式无人机 和穿越式无人机 它进行拦截 进行捕获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这些课目的安排 更加体现出了 未来战场上 无人化作战的重要性 从近几年的几场局部冲突中 不难发现 无人机不仅是战时的 非对称军事手段 在和平时期 一些恐怖分子也常常借助无人机 这种低成本方式 实施恐怖袭击行动 因此 无人机反制是反恐的重要科目 具有很强的实战性 从演习看实战 无人装备频繁亮相 中外连演场 不仅体现出无人化装备重要性 也反映出我国在无人装备研制 和运用方面的创新和探索 这些智能化无人装备 未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官兵们坚实可靠的 左膀右臂 除了各种新奇的无人装备 空中与海上装备的表现 同样令人难忘 7月下旬至8月上旬 中国和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军队举办 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 此次演习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明星装备 运20大型运输机 协同雄伟的五指山舰 麒连山舰 以及导弹驱逐舰合肥舰 拓浪前行 抵达坦桑尼亚 此次演习 不仅是中国军队远程投送 与海上作战能力的一次 全面展现 更是中坦军事合作与有益的 又一次深化与深化 2024年7月26日 在坦桑尼亚的 朱利耶斯尼雷尔国际机场 随着运20军机缓缓降落 中国参加和平团结 2024联合军演的 第一批空中运输梯队 已经顺利抵达 这也标志着 和平团结2024联合军演的 序幕正式拉开 在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 采取空中和海上两种方式 向坦桑尼亚 进行立体跨境投送 在非洲举行这种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的活动 一般情况下 人和重型的装备 是分开走的 那么利用运尔灵运输机 可以针对我们的 这个参演的人员 进行承建制的投送 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 如果说他们跟着装备 走这个海路 那么整个的路程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的 那么对于运尔灵的机组成员 和运尔灵本身 它也是一次考验 因为会在陌生的空域 进行长距离的飞行 那么也会在陌生的机场 进行起飞和降落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它同样也是练兵 可以有效地检验 我们的机组成员 和我们国产的大型军用运输机 也就是运尔灵 它的这种远程的飞行能力 包括在很远距离上 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执行能力 以及保障能力 可以说在这次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的活动当中 我们中国空军的运尔灵 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打卷 运尔灵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 杰出代表 自问世以来 便以其卓越的战略运输能力 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在和平团结2024军演中 运20以其稳定的飞行性能 庞大的运载能力 以及高效的物资转运效率 再次向世界证明了 其作为中国战略空军 重要支柱的地位 它不仅能够在复杂多变的 国际环境中 快速响应各类紧急任务 实现远程兵力的快速部署 与物资补给 还能够在和平时期 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展现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国际责任感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 自2013年首飞成功后 运20大型运输机不断发展跃升 2021年秋 第13届中国航展 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运20已装配国产发动机赤飞 性能优越 又以国之重器装上中国新 2022年7月31日 在运20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来的 国产首款大型加油机 运游20首次亮相 今年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7架歼10表演机 从西北某机场起飞 赴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参加2月4日至8月举行的 第二届沙特国际防务展 并进行飞行表演 转场过程中 进行伴随保障的正式运游20 中国空军派出运游20 伴随任务编队进行空中加油 出国飞行总航程近4000公里 这是中国空军赴海外执行任务 转场过程中 首次使用运游20进行空中加油保障 这也使得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可以一站直飞沙特 无需在国外机场转场 首先我们中国空军 对于空中加油技术 掌握得已经非常的熟练 所以即使是飞到国外 去参与这种飞行表演任务 我们也可以在陌生的空域 进行空中加油 进行这种燃油补给 那么既精准又高效 而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安全性 那么与此同时 这针对运游20和运游20的机组 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因为它要长距离地 进行跟随式的保障 其实大型的空中加油机 不仅可以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中加油 那么降落到地面上 在其他国家的机场和空军基地 同样也可以进行燃油补给 那么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 针对坚实飞行表演机 进行燃油补给 而且可能速度会更快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不仅是国产的战斗机 也就是坚实飞行表演机 会在国外更多的航展的舞台上 公开亮相 我们的运游20 也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而且也可以在长时间 飞行的过程当中 在陌生的区域内 去磨练自身的本领 在和平团结2024演习中 中国军队出色的军事投送能力 受到广泛赞誉 除了运20 搭载参讯人员 完成跨国兵力集结外 船务登陆舰 五指山舰 麒连山舰和导弹驱逐舰合肥舰 组成的海上投送力量 也备受关注 那么在这次演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到参演的兵力 应该是使用了直升机 那么同样也有突击车 包括一些轮式的部战车 甚至还有一些军用的工程车辆 那么利用071型船务登陆舰 进行远洋的投送 是最为合适的一种选择 那么海军陆战队和外军 进行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 可以使用直达运输直升机 针对相关的区域 进行兵力的投送 也可以进行这种作战想定状态下的 这种快速进入和快速撤离 除此之外 搭乘071型船务登陆舰 到达参演区域的 这样的一些地面的作战装备 那么也可以有效地配合步兵 去执行反恐作战任务 或者说针对其他的这种演习的科目 也可以进行更好的保障 071型船务登陆舰 排水量约2万吨 主要执行跨海输送任务 可配备舰载直升机 气垫登陆艇 两栖突击车等装备 是我军由平面登陆 迈向立体登陆的革命性装备 071船务登陆舰岛后方 拥有一座大型机库 可同时停放四架直达 舰载直升机 后甲板可同时起降 两架直达舰载直升机 甲板下方前部是车库 可停放多辆两栖战斗车辆 车库后方为物舱 能同时停放多艘726型 高速气垫登陆艇 这场演习的两个关键词 是和平和团结 中国军队走向远洋 和非洲国家军队进行联合演习 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和平 为了更好地维护区域和平 以及世界和平 那么团结指的是 我们人民军队要走出去 和外国的同行 进行更多的联合练兵 那么这一方面是强化 国际军事合作 另外一方面 也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磨练自己 提升自身的能打仗 和制胜的本领 新时代新征程 组织参加连演连训联赛 已经成为我军实战化 军事训练的重要形式 促进了我军备战打仗能力提升 展现了中国军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和担当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持续关注 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